欢迎收看 我们今天的赛后点评赞 我是丽婷 我是马辉 那这个星期呢 跟大家聊的这个马匹呢 就是在6月13号 还有6月15号 这两天赛事的这些参赛马匹 那我们时常说黑色星期五 可是我们发现在6月13号这一天呢 似乎在马场来说 有点像是红色星期五 对 这个黑色星期五 通常都是一个不幸的事情发生 但是发生在马匹身上 因为太多马匹流鼻血了 尤其是星期五这一天 至少有三匹马流鼻血 对了 变成我们回来的时候 为什么红色一片呢 就是马匹的鼻子了 原来是流鼻血 有些还是大人们的 没错 不过当然也有些马匹呢 其实在星期五的时候 你会发现休息回来 以为说休息回来 可能不在最佳状态 但是都还能够取得好的这个成绩 我们稍后呢 就会跟大家介绍 一匹马呢 就是一本万利 不过在那之前呢 有另外一匹马就是水怪 它的演出一向来 是非常的这个平稳 上一呢 却跑它不擅长的 这个草地赛事 结果落选 今天回市沙地呢 它又赢马了 其实这匹马也不是草地不行的 但是来到本地呢 就好像是 除了这个变化的 长地的草地之外呢 好像是在沙地上的演出好 所以上次那个草地赛事不行 有时候我们觉得呢 是不是内马是可以去做一些 不是太好的成绩出来 那你忘记它在上一场赛事赢 这样子呢 它的赔率会好一点呢 是 所以它今天在这场西级赛呢 虽然夺58公斤 但是马匹本身的这个体型 也不会太小 所以还能够扛得住 最终呢 就在包和翼的这个帮助之下呢 再度赢马了 那最重要就是 它赢出来的赔率是不错的 而且这匹马呢 看来这场赛事呢 角色是非常的出色 我们来看看 这个沙地赛事水怪的演出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的 这匹马呢 现在差不多在这个外面 白眼罩那一匹就是它的 三号码 它通常来说呢 前速不算是太慢 它是属于什么类型的马匹呢 它是平均速度有厚镜的马匹 你不能留得太厚 如果留得太厚呢 它往往就厚上不及 但是你也不能跟着前面 跟着前面呢 它通常就是厚镜当然的 所以这匹马呢 最理想的就是 这场赛事这样的跑法 就是前面有三四匹马 开路 遮挡 它守着一个比较轻松的 这个五六位 距离前两马匹的不能太远 大概是四个到五个马匯就好了 如果超过这个距离呢 很多时候就发现它后上不及 就是因为它追不上来 就是因为它前面落后太远的时候 它也不是说那些后镜非常强劲的 只是它的体力比较好 可以在最后阶段还能维持它的速度 所以如果前离马匹利弱 而距离前离马匹不是太远的时候呢 它就有这个条件追上来 所以现在你看 这匹马前面领出来的 就是你这类的马匹 就是为了试马而来 所以在前面就是有一点乱放 把那个速度拉快一点 就让这匹马最后就利弱 但是往后可能就有机会了 然后跟着第二呢 就是出其不逾这些长途 跟前也是有它的目的了 但是现在看到白眼照这匹水怪 其实八合一也怕它跟不上了 转弯之前已经打它一边 你看现在它的后镜不是太强的 现在事实上一个错角 就是它很厉害的后镜 但是我觉得事实上是前面的马匹慢下来 它只是维持它的平均速度而已 所以这匹马从这场赛事 你更加要确定一点就是 它不是后镜强的马匹 而是要等这个部署 等那个赛程式对它胃口 它才能赶上前领的马匹 好了 我们看看这个轴尾系统 这时候处在大概第五位的 就是黑色彩衣的这匹水怪 它其实距离前面领放的 这个点燃不会太远 而且看到它就开始越过了米特风 还有一路前领的这个就是你 然后就直逼了这个点燃 原本以为点燃在这场赛事 还能够再赢多一场的这个头 无奈在这个决胜地带的时候 就让这匹水怪给越过了 看看转路这个直层的时候 在前面就是一匹冷门马匹就是你 在坚持到这个路段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你已经有点脚软了 这时候就让这个点燃给冲了上来 跟着我们再看看后面冲上来 黑色彩衣的这匹水怪 水怪这个时候是跟得越来越接近 还有一匹金云雀 也是凭着驼青棒跟步速的关系 在大外蓝的位置冲上来 争取到一席之位 不过水怪在这场赛事 确实是以微差压倒了这一匹点燃的 这匹水怪也是一匹对很多研究马匹 或者是对马匹不是认识太深的 马匹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们经常说马匹如果它本身不是 一直都是短途的马匹 它有时间成长的 这匹水怪就是了 三岁赢1200 四岁赢1400 赢1600 五岁就要赢1900了 对 它其实是慢慢的去逐步的成长 循序渐进的 因为有些马匹它注定就是一匹长途 对 但是如果三岁赢长途很难的 当然 需要年纪的增长 所以这类的马匹就可以给你一个 明白的情况就是 不要在今天跟我说 这匹马赢1200可以赢 它是三岁的 它现在如果回去赢1200 我觉得会输得好远的 但是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 它赢过1200了 对 但是没想到说 那1200是好久的事情 对 上岁的时候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匹马 我们说有时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有一匹马 休息回来本来会对它有点保留 认为说休息回来 它的演出会不会像它休息之前一样好 结果事实证明 这匹一本万利 它真的能够在休息回来 凭着新鲜感的情况之下再赢 而且最主要的就是赛后回来还发现它出了一些情况 就是可能提铁送托之类的 都能赢 都能赢 不过这个休息回来的马匹 坦白说了 我也统计过了 不是太多的 18%的马匹可以赢 对 它就是那其中的10% 对 所以你以后看这些休息回来的马匹 你还是要每一匹每一匹来衡量 大部分都不能赢 但是这一匹一本万利就例外 但是如果是例外的话 这类的马匹的实力有多强呢 我们也是要好好地想一想 对 这个是因为它能例外的话 肯定是很厉害的 是 我们先来看看一本万利的走势 一本万利 这一匹马 在这个休息之前的演出 已经是很好的了 因为它在本地那个参赛记录不多 跑了五场而已 但是成绩已经是两个投马三个位置 这一场是它休息回来的 也是本地的第六场的那个演出 那在外地它跑过五场赛事 也是我经常说的了 在外地最好不要赢超过两场投马 最好不要跑超过五场赛事 那这类的马匹在本地成就会比较好 如果在外地赢得多 跑得多都不是一件好事 因为就是我们的理论 用得多就没有剩下多少的了 但是这笔一本万利 内马仕也处理得很好 因为它已经在外地跑过 在本地已经经过五场赛事的那个竞赛之后 它连续赢了两场去到第三级那一场赛事 输给快摩就感觉它有点累了 内马仕立刻就不要跑了 去放假了 四个月回来这场赛事 看得出这匹马了 回来之后 那匹马那个精神状态都跟它输给快摩那一场不同 非常有劲 非常有神态 下来我们来看看就是这个走围系统 看到就是一本万利 它是在前面领处大概有一个马位 紧跟在第二位置的是一匹相当冷落的这个八星格 但是八星格本身就是属于一匹善于暴冷的这个马匹 所以在这场赛事 它也算是走得相当的可取 虽然它没有办法对这个年轻的一本万利 造成任何的这个威胁 这时候我们看看转路直城 一本万利在前面 那后面就有上一缸赢马的现金网络 但是赢完之后 这匹马似乎又有点状态下滑了 然后我们还看到别的马匹冲上来 包括有志勇双拳 然后是双星报喜 还有八星格 那八星格在万篮位置冲上来 冲刺能力真的是很强 但是已经是让这匹年轻的四岁马匹一本万利 在前面的一马当千 而在休息回来之后 就赢得多一场的这个头马了 不过有一个现象 内马师对这匹马 很多时候都不让一位骑士去处理它 对 他一直换骑士 对 但是换骑士不是代表不好 就是偶然又换回力 偶然又用别的 主要就是他看这个形式而定 那戈拉利是第一次骑这匹一本万利 因为之前他通常是有包和翼 哈斯里 还有背善力超到的 对 总之就好像感觉就是 不给你们知道那匹马的能力有多强 对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这匹一本万利可能实力尚未见底 往后还可以再留意 我看下一场赛事加分之后 我相信他要用剑石声捡一捡那个头重 所以下一场赛事可能又用别的剑石声 是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说人马角力 当在这个赛事的过程中 如果这个骑士在跟这个马匹 梁匹马似乎在斗气的情况之下 往往这个成绩就不是太理想了 我们说就是亚匹市那场赛事 我们不是说骑士骑得不好 我们只是跟你们说一点就是 马匹如果在前面墙口的话 你其实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做的 如果你跟他斗力 这匹马一定输 你唯一的做法就是 如果他真的墙口 让他走了 因为让他走可能输 但是你看他角力都会输 是 我们就来看看 这个亚匹市的走势是如何的 他如何的墙口 那这匹马他不是第一次跑 这个中距离的赛事 他之前已经跑过一场中距离赛事 那你看这匹8号就是亚匹市 阿斯南的这场赛事 我觉得他前面就不懂 是希望他前领还是希望他后上 因为他前面你看 他一直推 推 推到前领了 但是他又觉得他领得太快了 就让这匹就是5号的马匹 在这个前面领了 不要我自己前领了 人家开路比我自己走更好了 但是这样子马匹已经是上口了 你一直推的时候已经上口 你上口又不给他走的话 他就觉得你告诉我怎么样了 但是人跟马是没有办法语言沟通的 他只是用那个匠绳来跟他沟通 你看一直就是好像我们说是拜神 怎么叫拜神呢 就是那个头一几点 一几点 一几点 为什么要点呢 就是那个手很用力地拉住那匹马 那个头才会点呢 你看别的其实有没有这个头点的 你当你在赛事看到这个拜神的镜头的时候 没有看过一匹马可以在这样的状况 赢出一场赛事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前面人跟马不是在竞赛 而是在角力 如果人跟马在角力的时候 人的手可以软 马的脚同样也可以软 所以你看在直撑的时候 一分僵要他加速 没力的对不起 因为我前面已经用完了 为什么用完了 我跟你斗气吗 所以这匹马就是这样子了 打下去半点反应都没有 所以他不行这个中距离吗 不是 因为他已经赢过这个中距离杀地赛 但是问题就是前面一上口之后 你跟他角力就没有了 好了 现在我们再看看这个轴位系统 这时候守在马群中间的 就是在辉马 牙匹市 他目前处在大概是第六位 不过因为前面真的是 人马角力了一段长的这个路程之后 基本上在最后直撑大概200公尺 马匹已经没力了 就有一点这个节节败退的这个现象 导致现在呢 这个轴位系统已经看不到这片牙匹市了 好了 我们看看呢 在这1000到600公尺的这个路段的时候 牙匹市你看在这个第二位 前面的是这个真好人 这时候看到这马匹的这个头 真的一直是往下点 就像刚刚马辉说的 好像在拜神一样的那个姿势 那就因为刚才前面呢 马匹也是一直不断地摇晃他的这个头 那真的是影响到他整体的这个走势了 从这个镜头所见呢 确实相当明显 马匹呢已经是情绪方面也受到了这个影响 所以呢在最后阶段 他其实就可以算是演出相当的这个不理想 在这样子的这个组合里面呢 他就落选了 所以这匹马以后要怎么处理呢 他明明是要后上 但是因为他排位的关系 所以最常是他排在外面 稍微外面一点 可能阿斯兰想 如果我躲在马区后面 我可能没有露出来 他怕他最后来不及冲上来 所以他在前面一出宅就推 我推我就想要不要前领呢 他能领呢 但是领到转弯的时候 看到这匹马应该是后上的 然后就那个时候就开始落了 也就是说可能骑士在给指示的时候呢 他自己也是有点犹豫了 我要他前领还是要他后上 变成使到这个马匹本身也搞不懂了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所以我觉得这匹马既然 他可以这样子推动能领出来的话 以后可不可以改变一个跑法 让他前领了 或者是好了 因为你记得这个第五级的赛事 没有多少可以在后面追上来的 前领已经是一个杀手锏来的了 是我们都说第五级的这马匹马 你能够在前面前领的就是一大优势了 对 试试看这匹牙匹士 如果给他有一天前领迎出来 我也不觉得奇怪 对 让他改变跑法看看未尝不可 好了 说过来这三匹马 我们来看看星期五 这个红色星期五的这个裁判报告 果然四场七号星际是马鞍华仪 然后你看看刘皮鞋有三匹马 五场五号克鲁萨子 六场六号神速 还有六场九号的黎明枪手 另外我刚刚也提到了 七场七号的一本万利 右前提的提铁脱落 但是依然能够赢马 我们再总结星期五的这三匹马 五场三号的水冠 沙地演出相当的出色 不过呢 他是要担心升级作战的 七场七号的一本万利 九修复出 不过呢 他的演出依然是勇锐的 而八场八号的牙匹士 因为人马角力的这个关系 影响到了他整体的发挥 好啦 跟大家聊过了 六月十三号的这三匹马 我们先稍作休息 稍后回来继续锁定 赛后点评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